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塑料瓶和一根吸管 然后将瓶子的上半部分割下来 割下来后再用刀在瓶盖上戳一个小孔 孔不要太大,吸管刚好能插进去就行 这里要注意,吸管只要塞进去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用热熔胶或者502将它固定住 固定好后,我们将它套在吹风机的尾部 打开吹风机冷风,注意不要开热风 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小型的吸尘器 我们就可以轻松地将手机里面蓝清理的灰尘和棉絮给吸出来 手机上的恐恐动动都可以变得很干净了 这样做也不会对吹风机有任何的影响 手机的声音也能恢复如初了